就有空橋頭 它其實也是空的北側 它就是 這就是空陰陽的一個優勢所在 是的 哪怕給到一個北切 它這個位置不處於圈中心 但是呢 它能夠卡住身後的隊伍 是 老根天也在兜點 老根天是要來到十二宮 十二宮這片地形比較複雜 是可以容納很多戰隊了 時間選擇進到 奧德這一側 被衝下來了 這是個高點 出盤的M762 後座力有點大 那奧德這個位置就是 捐了 當鄰居了 這兩片防虛 京東這一側也有點危險 京東這邊是ST過來了 ST沒有走原路返回 意思就是它也要走橋 有這個想法 那是不是 ST它前期呢 就把車開進水裡了呀 也有可能 它根本就沒有這個Plan B 或者說它根本要也不是很多 微博這一側 微博這一側已經沒有圈了 整個右橋都沒有圈 不好動啊 但是高點 四懷出槍還擊倒了結 你看 這個車全流的岸邊 就是為了防疫手回切 雖然說現在這個點位呢 離二圈的白圈比較遠 但是它只要成功過來 有車那就有機會轉移 這個習慣挺好的 這養老保險吧 你ST很明顯 它的車應該就是 直接沖水裡了 TT要沖了 直接打 看到這個圈形是個天譴 想要過來換分 但是微博的人已經救起來了呀 三抓一 先抓這個三層樓 眼貓的位置正直被抓 開樓梯打一個 有機會打第二個 失懷閃血 換人補上來之後 沒有打過 迷你放到了KING 其實野貓散下來也沒有子彈了 但是第三個人扶上去 居然是被迷你打了 這個誰也沒想到 然後維森趕緊過來把頭補了 是不是被把最後一個人收下 阿傑這個位置架槍一看 隊友怎麼突然全沒了 像素你要不要等下隊友的鞋頭呢 被打到一槍頭 阿傑有架槍 上場比賽是阿傑的雷炸倒了傑 這場比賽傑是報仇了 是的 看來像素直播勇猛衝衝 也是傑跟他說 相信我吧 兄弟 我可以幫你駕到 階段三又給到了一個頂北切 可以確定就是一個大倒圈形 微博這場比賽拿到了四分過後 保底那就是有的了 後續就看有沒有機會再往前走 體壇這一側 何將在這個點位翻車 是不是有點太尷尬了呀 你翻在人臉上 何將 這個時候我已經能夠預料到虎鋪的鐵子了 是的 何將你洗 這洗白洗了兩周了 人家這一波突然翻車 這有點尷尬呀 是啊 這已經沒了呀 這隊友不可能過來接呀 你看看 這野貓一顆精準爆破放倒何將 他已經 他站在那個地方就已經是個盒子了 這車翻的 你說 這自己自己打出來的沒辦法 沒辦法了 戰術放棄吧 替彈 也別想著救了 現在來看的話看能不能衝個橋 摔前過去 肯定過是肯定能過的 但是車速得再快一點 這是天霸放到居民 北邊這裡是居民檢空頭被放倒了 居民用骨氣 但是好像還能救 因為這個圈 另外一側這個槍線這還救啊 GG的槍線也能看到 那就不太好救了 而且另一邊 小島的位置 ST又從西條繞到了東橋 也要過來參與這一波戰鬥 蘇比打了背後的天 這是ST貼過來了 對 這場比賽 可能這個東橋最後的贏家將會是微博了 兩槍頭 野貓的手感火熱呀 因為微博想的就是他這個圈肯定進不了決賽圈了 你就不要忘了第一場微博就是打架打出來的分數 是啊 第一場就建立了非常良好的感覺到了 他應該是收集到提提打架的信息 然後想要過一下東橋 結果微博解決戰鬥的速度太快了 對 然後合降呢 又好小不小出現失誤了 就被滯留在這裡了 ST這個角度有點遠 其實 我覺得吧 但是停了微博 我勸你們不要惹微博 此時此刻的微博有點蛻變的意思 你這一出槍的話 好在微博是一心只想過橋 這個距離是打不下來的 但是你出完槍之後 你覺得微博會不會反賭你一手呢 看微博的藥 但他也舔過盒子呀 他舔的是誰的盒子 TT的呀 TT很肥的 他可太肥了呀 是的 KSG剛才是被K1打過 KSG他是從整個小島再回來 在籃圈裡面 藥夠不夠多是一個問題 KSG兩個人選擇扎點 應該是要去到前面的這個炮樓 只要能夠落位 那就能活 但是NV的速度好像更快一點 但NV也是掉了個人 NV好像幫KSG吃了火急火 你發現沒 但是NV率先是搶到了後樓 眼車開不了了 直接是被 是留在這裡 嗯 那這個後樓是由NV搶下 KSG呢只剩下最後一個獨郎 呃 微笑 但是NV也只剩兩個人啊 是 艾斯倒在一樓 Z9還要瘋炎過來丟丟雷 但是已經聽到TC內側的槍線 其實可以 其實沒有必要做這麼大風險的動作 是的 你只需要知道這裡的信息就夠了 另一邊的微博過橋之後呢 頂到了 KSG的臉上 還要打 不管你是誰就是要打 傑也倒了 格子倒了 現在RG倒兩個 微博人士 結束戰局 微博又扛下了一波團戰 還能救 還保持滿邊 就他們想來勸架 你真敢來嗎 這個時候的微博 不是很好惹 外面還有一個 真不太好惹吧 微博的積分追到90了 微博你前幾週早這麼大 不是可以讓 就是多看幾週週絕嗎 是多看幾週的 那這樣的話 這一把還是滿邊 對啊 因為他剛才 就是滿邊打滿邊 倒的人都還沒有被捕 難道說 絕境翻盤的劇本要出現了 因為現在RW只剩兩個人了 這場比賽想要拿分的話 其實也拿不到什麼分了 不好說 勢在人為 反正 而且第二名的TT也被淘汰了 我們看一下回放 這波太關鍵了 好 他打倒一個 仕華被打團退下來 然後換迷你直接點了拼 是的 而且我看他這個迷你 其實打的都是身上 雷森再拉過來這個幫忙 直接是受下了 也補了吧 感覺野貓在守那個樓梯 都沒怎麼掉血 對 就是守這個樓梯 幾乎毫不費力 但這對TT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 自信心上面的一個重大的打擊 這TT的這個問題 跟LGD差不多 斜頭門沒問題 對面發揮了 就而且槍沒有 就是說白了有點碼嘛 那沒辦法 回到比賽 京東是往北邊一繞 扎到了水管 微波這裡被引爆載具 扎倒兩個 但是UK跟捷又發力了 又扎打兩個 又要被創碎了嗎 這不是又打回來了嗎 但這兩個人的位置 現在有點尷尬 只能先封嚥自保 而且這個時候 周圍有太多的隊伍 想要過來勸架 休暇是Round 2了 已經是第二波 TZ現在有點難受 自己的眼位守得好好的 迎來這麼多的敵人 結了煙霧裡面 又放倒了美媛 又補掉這一分 14個淘汰了 最後TZ好像被 TZ已經沒了 最終還是被大拳跟斯廷的配合 團滅了微波 不過這場比賽的 微波積分來到了93分 是的 微波這波團戰雖敗 但是整局已經容了 整體上來看 這兩把雖敗猶榮 是啊 這個山頭的最終歸屬拳 還沒有確定 看看K1跟Showtime 現在是滿邊的K1 頂到了煙霧裡面 但是吳恆坐在車上 沒有暴露自己的位置 先補掉這一分嗎 嗯 先補 大拳的脫手雷 補掉了自己 然後吳恆這個點 煙一散也沒了 沒了呀 RW在跟老幹爹打 貓貓是一個遠點架槍 然後RW的近點 就是站位會緊湊一些 阿蘭的一顆雷 最終是帶走了吳恆 左邊的小視角裡面 也看到了LGD的打架信息 然後京東和天霸也在打 三個戰局其實是 正面王遠遠的手雷 想要去修一抽分數 微笑是獨狼打把 琳莎跟山智一波腰射過後 琳莎補掉山智 那RW只剩獨狼陳C了 是的 而且貓貓已經貼到近點 不過這個角度 他陳C是有EVE的機會的 貓貓的位置好像沒有太低 所以說陳C不太確定人在哪裡 這個閃他知道 他知道的 他知道在說 因為貓貓前面 從這個方向過來架了槍 但是貓貓手裡捏了一顆手雷 取消了 面對陳C 拉出來主動出槍 RW的分數是定格在了120分 還是有將近20分的優勢 就這局也沒有怎麼拿分 但是都拿到了保底 對 就看京東跟天霸這次 好像戰局也已經結束了 因為蘇蘭動不了了 最終是倒在了GG的火下 是 現在 仙仔也是被圍剿 4M應該WYY階段五 不太好救了 就算了吧 藍圈傷害太高救不了 是的 哪怕你是兩天殺選手 哪怕你是這兩天最C的選手 你也救不了 是的 然後K1這邊 他們的右側就是4M 臉上還掉了個空頭 武裝一下自己 換一個三級套 鳥槍換炮 其實4M那側也有個空頭 在東東旁邊 這98K掏上了 他才WM 他還想要 他還看了一眼 你看到沒 再看左邊 LGD的兩個人 想要繞到天霸這一側 但天霸是滿邊啊 小時候的上線可能打不到這 但是三感槍 我覺得夠了 林莎已經 沒機會了 沒辦法動了 再就被引爆了 小隊槍 左邊認識自己摔倒了 應該是出現失誤了 沒事摔在隊友懷裡了 可以 林莎這個位置還不在圈啊 沒機會了 打少要了 貓貓也幫不上忙 是的 看這個對槍能不能放倒 最終還是多方槍線 林莎倒在了藍圈裡 而且VS還想過來搶分 來了 打貓貓 又搶到一分 是的 但這個信息同時也漏了 就是告訴天霸 南部其實有一個隊伍 可能會控這個山 山頭 K1要防守住4M的進攻 但4M他有人數的劣勢啊 4M只有三個人 是的 而且4M剛才扶人 稍微有點拖節奏 現在他們站位 圈還剛好排掉 童心圓 那他可能只能去進攻K1了 對 但是我們忽略了 場上還有一個毒狼微笑 他是很早就扎到這裡的 微笑天霸是知道的 因為微笑之前出手 打過京東的人 就是當時還補掉了 但是天霸可能會認為 微笑是K1那一邊的人 有可能會認為這個山頭 是一個滿邊 也有可能 因為微笑他扎的方向 不是從天霸這個方向過來的 他是從另外 反方向過來的 從K1那一側過來的 對 所以天霸可能會認為 微笑那個位置 其實是山頭的一個滿邊 確實 反坡要不進攻 先頂到反坡 天宇被打殘 98K捏了一顆順暴雷 這個雷如果 挨到莫竹的話 莫竹就要倒了 丟車上了 還彈了一下 剛好彈到莫竹那一側 第二顆雷也出手 不過這個雷的角度 還是沒有效果 是的 蜂蜂也要動車 先過來 三頭三甲的98K 頂在正面 應該是有多戰能力的 是的 除非FM扔雷 才能快速解決到98K這個點 不然其實對槍上來說的話 而且K字哥這個賽季 手感也還行 聽到車聲 聽聲變位 炸車不炸人 FM好像沒有什麼投掣過 到目前為止 什麼都沒扔過 阿蘭的雷最終還是放倒了 任莫竹的位置也鎖定 這顆雷可能差一點 是的 莫竹又是這個血量 要主動出擊了 這阿蘭又補了一顆雷 那沒了 沒了 只剩東東了呀 東東都沒有什麼 好進場的機會 這個地形 沒機會了 是的 微笑還真偷了 鐵馬一個 還補了 莫竹最後 東東最後被清掉 那另一邊VS 他等了太久 他又拉過來勸架了 剛勸完左邊又勸右邊 阿蘭 酒吧可以接連倒地 只剩天宇跟哲瑟 這個位置再回來 應該是守不住 VS的滿面進攻了 是的 衣服團長回來加煤了 天宇打一個 有機會打第二個嗎 連穿兩個 最後渡郎 微笑又來了 怎麼打路了他 微笑 到處接殘編 哲瑟也打了一個 VS的四人滿面 瞬間只剩小帥 最後一個殘血 這個血量 天宇打的壓 丘車底引爆載具 勸架的VS率先被淘汰了 知道微笑還在煙裡面 微笑得出煙 他不打的話 這個沒地方站了 因為背後馬上 天馬就壓過來 微笑拿過來 看到了天宇 兩邊一波對槍 打贏了 先補分 而且剛好有一個煙霧 給他遮擋住了 JZ馬上把人救起來了 但是微笑來到了掩體之後 聽腳步 應該是聽到腳步了 但是 JZ繼續地修車底 現在戰局就是K-1打天霸 天霸位置都踩好了 3打2 K-1這把真是徹底推進來了 淘汰不少的 看看天霸這場比賽 有地形優勢 一顆雷好準 一顆雷要兩連擊了 是的 這個局面 三打一 這個坡度 沒有那麼高的高低差 應該能 應該是沒問題的 G-G拉了一個色神 直接出槍 帶走阿嵐 這場比賽再次恭喜天霸 有地形優勢 連續兩場收下勝利 積分也是來到了